YoYoYo! Jumpo возвращaya! 我是黄丹妮 体育名人的生命故事 铁台的最新动态 健康心知都在这里 Let's stop checking out 欢迎来到 veil UFO SPORT SHOW 歡迎回到UFO SPORT SHOW 顧一下百科 我是黃丹妮 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呢 是有關於骨折 那這次的骨折我們的部分分為很多 像是我們四肢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腳趾的末梢等等 那現在我們來聊的是 有關於肋骨的骨折 其實肋骨骨折在這個一般的情況之下 是非常 聽說是非常罕見的啦 那有不過像是長期這個 像是運動員就會有常常發生 比方說劇烈使用上肢的運動 像滑船啊 田徑選手 會是這樣的受害者 那更別提像是說有一些 會是碰撞式的運動等等 那像是這個超級巨星 MLB的洋機隊的這個 Aaron Judge 就傳出過骨折 是所謂的壓力性骨折的傷勢 這個並不是被球打到 它是有壓力性的 那到底是什麼 壓力性骨折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同樣邀請到的是 張斌秀傳紀念醫院的胸腔外科 黃瑜寒醫師來現場 為大家解雜 黃醫師你好 你好 丹妮你好 是黃醫師 這個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有關於這個肋骨骨折 那到底什麼是肋骨骨折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基本上肋骨骨折最常見的原因 就還是因為一些胸部的瘡傷所造成 造成肋骨斷裂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是 對 胸部瘡傷其實常見就是 比如說我們講說車禍啊 對 或是說可能不小心跌倒啊 撞到胸部 那或是說不小心從高的地方摔落下來啊 是 那被打啊 這種有一點暴力的事件 那或是說一些就是 比較劇烈的需要身體接觸的運動啊 像是那種乾礦球啊 美食球啊 這一種的運動這樣子 都是常見的就是造成肋骨骨折的一個原因 這樣子 了解 那肋骨骨折 因為我們肋骨應該算是比較強壯的吧 它要保護我們內臟 到是到哪一個壓力點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有裂痕之類的呢 它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就碎掉吧 除了這種像是直接這種沖霜之外 有時候就是 你可能就是反覆的會進行一些就是 重複的一些動作的一些運動 像是高爾夫球啊 或是滑船 你在長年累月的這種訓練之中 其實骨頭就是承受到的壓力 會讓它慢慢的有一些 開始出現一些臉風 可能就是累積累積累積 最後終於就爆發出來了這樣子 了解 那這個運動選手 它是這個職業是沒辦法 可是一般民眾也會因為 比方說長期的做某種運動 也會有這種骨折的 肋骨骨折的現象 相對上來說可能會比較少 因為一般人就是 這個動作的強度可能不像是運動選手 那麼的高這樣子 不過可能還是如果說真的 反覆的重複 進行這種比較高負重的一個動作 其實還是有可能會造成這種 壓力性的骨折的一個狀況 了解 甚至說那種 比如說比較骨質疏鬆的老人家 有時候真的劇烈的咳嗽 也有造成肋骨骨折的一個狀況 是 就是到那個骨質疏鬆的年代了 這個 然後可能就會有點問題 就斷了這樣子 我的媽呀 所以我也鼓勵要持起來的意思 這個肋骨骨折 我們來繼續往下講的話 它會有哪一些症狀產生 甚至說它有哪一些併發症 它會有這種狀況呢 基本上肋骨骨折 最直觀的一個症狀就是痛 對 骨頭斷掉的這種痛 真的是 就是蠻難讓人忍受的這樣 是是是 對 動到的時候就痛 對 它是有很多神經 包括所以可能 光是在呼吸你就快受不了這樣子 對 肋肩基本上有非常豐富的神經 對 可能只是做個深呼吸 稍微動到一下 不小心咳嗽一下 都會痛得非常的厲害 對 更不用說就是你 如果說還要做一些像是彎下身體 或是扭轉之類的動作 可能都會受不了 哇賽 可是這個 因為我們大概了解就是說 其實不同部位 因為我們肋骨是蠻多根的嘛 那不同肋骨的這個受傷 是不是對身體有不同的影響性 對 我們來講說其實肋骨 我們人肋骨大概總共有12對這樣 那基本上就在我們胸腔會保護我們胸腔內部的一些器官 像是心臟肺臟這些這樣 比較常見是在就是比較中間 大概第五到第九根肋骨的一個部位這樣 是是是 那比較外露的一些 像我們很瘦的人就可以摸得到這樣子 對對對 是 那這個的話 第二根肋骨是因為在受肩膀保護是不容易骨折的 那一旦骨折它是不是會有更危險性呢 因為第一根第二根肋骨其實基本上就是包馬在我們的鎖骨 在我們的這個肩膀裡面 所以是需要受到比較大的撞擊的時候 才會讓它也骨折 所以一般骨折通常都伴隨著它周圍 像是鎖骨可能也斷掉啦 肩胛骨也許也骨折了這樣子 那這個受傷的基準就會比較厲害一點 那有可能會造成固定的一些血管 或是神經的一個傷害這樣 需要再額外的檢查 了解 那最後像是說11根12根 它是因為沒有連在這個胸骨上 它活動性是比較大 當然也是比較不容易 可能比較不容易骨折 但是如果一旦有骨折現象的話 是不是危險性更大 一旦骨折的話 因為它的位置其實在比較下面的 可能就是還要再注意一下腹腔的部分 就是腹腔的一些器官 像是肝臟 皮症這些 有沒有連帶著也受到了影響這樣 了解 所以它這個就是下一個問題 我們想要了解就是說 骨折的話它會不會影響到 甚至有些其他的併發症等等這樣子 對 因為就是這種 比如說在胸部 因為各種原因的撞擊 導致這個肋骨折的狀況 因為骨頭斷掉的話 有時候其實會伴隨著說 我們肺部可能 因為這個撞擊 也是有一些挫傷的一些狀況產生 是 那可能合併說 因為這個骨頭斷掉 刺傷那個肺部 可能會造成一些氣胸 或是血胸的一個狀況 那在比較下面的部分 就是可能連帶的也會有腹部 像是肝臟或皮脹撕裂出血 其實這些狀況都是有可能會造成的 這樣子 哦 如果說有這種撕裂傷 在這個內臟器官 其實它是 是蠻嚴重的對不對 對 就是說如果 輕微的挫傷其實還好 基本上我們會在醫院觀察 如果不嚴重 其實它會慢慢的恢復 但是如果說嚴重的肺部挫傷 可能會導致 就是我們講說 一個極限呼吸窘迫的一個狀況 那 有時候甚至會嚴重到需要 就是我們講說要插管 那用呼吸器輔助 才有辦法維持呼吸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有患者就是說自己骨折 但是自己不清楚的 然後就醫之後才發現 它有那個肋骨骨折的狀況 也是有 有時候可能你撞到你沒有特別去就醫 你只是覺得說 啊胸部那邊可能痛痛的這樣子 撞到就還好這樣子 對 啊 有時候就是 這個痛的狀況持續的比較久 你想說啊 不對勁啊再去醫院就診 才發現說啊其實骨頭已經斷掉了 難怪痛的狀況會持續的比較久這樣子 先別提延誤就醫 他們怎麼忍得住那個疼痛呢 對很多人其實都蠻能忍的 特別是老人家 有時候可能挨一下挨一下 就是也許家屬沒有特別的注意或是什麼 就有可能其實已經有發生肋骨骨折的狀況了 我的媽呀 是說啊吃一下子痛藥就好了 是那種感覺 很麻煩 這個有些當然長輩會有自己的考量 不過他如果說有些撞擊或相關等等 我覺得家屬還是要儘快請他們就醫 至少去檢查一下有沒有狀況 才會比較好一點 那有些人會去了解就是說 還有一種骨折叫做壓力性骨折 那壓力性骨折到底又是什麼呢 對我們剛剛有講到說就是像是一些運動員 他可能就是反覆的會就是需要出力 然後就是反覆的做同樣一個動作 造成就是可能就是我們講說 就是骨頭長期肌肉這些負重啊這些壓力 那其實會慢慢的其實就有一些細小的一些損傷了 這樣 是是是 那這些細小的裂痕在初期基本上你很難 就是用X光審斷讓看到這些東西這樣 會變成說時間可能要比較久 累積累積累積之後才會出現 明顯有看到說這個骨折的那種 我們講說一個fracture line一個骨折線 它會出現讓你比較有辦法審斷出這個東西這樣子 了解 那這個其實X光看不到的情況下 人是會有感覺的嗎 就是說好像有一點悶悶不舒服 開始你可能會覺得痛或是怎麼樣 開始覺得不適應了這些其實都會有 就是說X光沒有明顯看到 其實不代表你可能沒有出現這個骨折的狀況 也許說就是有些骨裂的狀況已經開始產生了 所以在X光沒照到的情況下 其實骨頭還是會有一些非常非常細微的傷痕 是沒有辦法注意到的 你身體有感覺但是你不一定知道這些狀況 所以它不只是運動選手 是不是像是有一些工作是職業工作 它是需要反覆做同一件事情的 也會有這種可能性 也會有這種狀況產生 對 比方農夫啦 我一直要那個鋤頭要這樣上下 或者是這個像漁夫 或者是這樣釣魚等等這些都有可能嗎 對都有可能會出現骨頭 就是出現這種壓力性骨折 然後另外也伴隨一些其他一些肌肉骨骼上面的 一些損傷的一些疾病 了解您有遇到這就是 肋骨折最奇特的原因的患者嗎 最奇特的原因喔 就是打個噴嚏就骨折的阿公之類的 對對對 真的假的運動員倒是比較少見來我們這裡 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是一些 創傷癌一些車禍來的病人會比較多一點 喔就是所謂的這種外力撞擊的這一種 對 那這個的話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疲勞性骨折它是就是長期反覆的嘛 那它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會造成疲勞性的骨折嗎 基本上很多都是還是跟一些一些活動 一些運動有關係啦 那有時候其實因為一開始是肌肉嘛 我們肌肉會承受這些反覆的衝擊 慢慢的肌肉也會疲乏了 那有時候沒有辦法承受那怎麼辦 那衝擊力就會進一步轉移到骨頭 那骨頭承受的壓力就會更大了 對 那或是說其實你基本上你運動的這個方式 可能就是一些姿勢或是技巧上的錯誤 那也會錯誤的累積這種壓力導致說 可能會比較更容易出現這種 疲勞性骨折的一些狀況這樣 了解那當然還有包含就是骨質疏鬆等等 會有這個造成比方說沒有辦法應付那種你的 運動過程 所以骨質疏鬆像是這個會是疲勞性骨折會發生在 這個老年人或者是像是中年人 青少年會有可能嗎 青少年的話原則上 比較少出現這種有骨質疏鬆的狀況 一般都是比較老年人啦 你骨質疏鬆本來就是骨質就已經比較不好 那就更容易因為一些壓力性的一些勞損造成 疲勞性骨折的狀況 是 那如果說像這種骨質的話 我們有沒有什麼一些治療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說是疲勞性骨折或者是一般骨折 手術完之後怎麼樣去恢復呢 那基本上就是細微的這些骨折或是說 其實骨頭沒有造成明顯的錯位 是 的骨折或是說其實這個骨折狀況並不太會影響到 你的呼吸或是你的日常生活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以修養為主 骨頭慢慢的修養 它基本上它兩到三個月時間其實它就慢慢的會 自己會恢復的這樣子 了解 那如果說是年長者要預防的話 可能就是鈣質補充就要多一點就對了 最重要就是預防跌倒 預防跌倒 這個真的是長年不變的道理 對 但是因為就是這個可能就是在我們年紀 隨著年紀增長我們這個骨折 鈣質的那個流失就會比較快的意思是嗎 對在就是人一旦就是大概過了差不多吧 30歲吧 其實就是慢慢的會開始 會開始往下掉了 所以基本上日常生活中 多多曬曬太陽啦 那就是補充一些鈣質其實都對這個骨折的強度會有幫助 了解我已經30已經又過了10年 所以我要特別的注意 對還是要注意一下的 是是是 好那這個還是要請大家多多留意自己家裡的長輩 然後自己在運動上面要特別注意一點 預防剩餘治療 今天非常感謝張秉秀然今天醫院胸腔外科的黃玉凱醫師 來為我們解答這個熱骨骨折的一些狀況 非常感謝您 謝謝 謝謝您收聽的是YOVE SPORT SHOW 顧一下百個單元 我是黃丹妮 我們下週再會囉 拜拜